大家好,我是劳拉 上次介绍了我们社区的肉店 大家还挺喜欢看的 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社区的蔬菜店 这就是我上次拍的肉店 然后旁边呢 就是我今天拍的这个蔬菜店 这边是一个小小的超市和一个面包店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足球场 已经有人在里面练球了 这些竖着的牌子就是这个店的广告牌 不,不,不 美好,是美好 来一公斤 但是这个坏了 可惜了 这个很好 你看这是石榴 这个石榴在这边是很难见到的 89比锁一个 这个旁边的这个就是藩石榴 我们国内叫藩石榴 这个是富士苹果 富士苹果在乌拉贵也不是很多 以前我们都是只有在超市见得到 这是巴西的香蕉 两公斤74 这乌拉贵的橘子 柠檬和橙子都不贵 比如说这个橘子是三公斤69 这个菜店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现在改造了些 然后这边是卖水的 这边是收银台 摄影台会卖一些五谷杂粮啊 蜂蜜啊 还有那些橄榄油红酒之类的 然后调料什么的 然后还有矿泉水 还有这里是冰过的可乐什么的 这个不是白菜啊 这个就是那个军搭菜 我们国内叫军搭菜 或者是牛皮菜 那个皮特别厚 不好吃 稍微有点发甜这种菜 我不爱吃这个 这些就是乌拉贵的常规蔬菜了 然后这是69 这边卖的这个蔬菜呢 就是稍微贵一点的 你看那个牛油果是两个110比锁 一个是65比锁 然后乌拉贵的火龙果也是非常贵的 这个是香茅 这个好像是罗勒 我看不太清楚 这边是罗勒 这个是什么 我看不太清楚 这是薄荷 那是甜菜根 那边还有那个迷迭香 还有百里香之类的 然后这儿 有卖这个玉米 哇 哇 啊 是 谢谢 你看这个店员 给了我一个这个番石料 先我看一看 这些菠萝这些也都是进口的 这边还有这种小辣椒 不知道这小辣椒是什么 看来这个小辣椒 就是这种 这种样子的薄荷 这是芝麻菜 两袋89 这是冷冻食品 就是薯条啊 薯球啊 什么的 还有这个汉堡 还有汉堡的那个肉饼 这边上面的应该是冷酷吧 可能 这个是洋葱 这是红薯 这南瓜红薯土豆 这些都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你看这个南瓜好大啊 这的菜价也还行 但是这个菜店呢 稍微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它不让自己挑啊 其他的都可以 它得他们自己的店员来拿给你 才可以 这个生菜是两个89 这几种生菜都是可以 两个89 这个小瓜也是 这个乌拉圭是特别常见的 这些蔬菜都是在乌拉圭最常见的 没有别的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这里是鸡蛋 最便宜的是这个30个175的 然后这边就是五谷杂粮 这是鸡蛋 这个下面是乌拉圭人吃的香料 有丁香 有那个迷迭 担的迷迭香 反正就是 其实就是意大利香料 因为乌拉圭人基本上就是 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嘛 基本上就是他们 所以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一个取号器 在乌拉圭大部分的公共场所 你都能见到它 因为我们今天来得早 人少 所以不需要拿号 但是在其他的时候 人多的时候 你来到这里 你就先拿一个号 在这里等待 等到叫到你的号 你就可以进去挑选你要的菜了 乌拉圭人会非常非常守规矩地排队 他们是绝对不会插队的 就算没有这个取号器 哪怕你没有在队伍中站着 你站在队伍的附近 他们也会来问你说 是不是队伍的最后一个 如果得到的回答是 他们就会站在你的后面 来乌拉圭以后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也不知道为什么 时间就这样在一茶一饭中 悄悄地溜走了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一直的关注和点赞 感谢大家再一次的陪伴 咱们下集再见吧